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今天又早起準備出去玩囉 我們要先去西梯島上的禮品商店買巴黎博物館通行證 聖禮拜堂 位於巴黎西堤島上的一座哥德士禮拜堂 是路易九世下令興建的 於1243年至1248年間修建而成 進入參觀一個人門票是10歐 持有博物館通行證免費入場 一樓的牆上有細緻的壁畫 還有超級美麗的彩繪玻璃窗令人驚艷不已 窗戶上的彩畫敘述了耶穌的故事 以及告訴人們這些生物是怎麼來到法國的 這裡還有二樓可以參觀 離開聖禮拜堂 沿著山岸河盤漫步 眼前的景色怎麼會那麼美 跟倫端好不一樣 感覺巴黎市區保留更多更古老的建築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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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巴黎皇家宫殿 位于巴黎最热闹的第一区 就在罗浮宫对面 是不少在地人必访的巴黎景点 跟其他大景点比起来 这里的游客比较少 逛起来比较自在 走进皇家宫殿的荣誉亭 眼前出立了200多座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柱 高矮不一排列在广场上 就是巴黎经典黑白条纹的艺术种子 现代感的柱子与旧巴黎的建筑完全无违和感 如此充满视觉效果的场景 吸引不少游客来此朝圣 据说丢钱币丢在石柱上 有机会可以重返巴黎 皇家宫殿花园 隐藏在政府建筑中间的一处 要仔细找才找得到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两排树木被修剪的好工整 感觉得出来法国对于公园都如此用心 树下还设置椅子提供女人休息 这里的喷水池周围还有糖椅可以散日光浴 喜欢这里悠闲自在的氛围 喜欢这里悠闲自在的氛围 皇家宫罗浮宫站 有新艺术风格的地铁出入口 海盛侵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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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边 最开始建于12世纪末 起初是劍來抵禦海盜侵略的軍師堡壘 在16世紀時改建成文藝復興風格的宮殿 接下來四個世紀都有王族居住在此 直到路易十五千居到凡爾賽宮後 羅浮宮一度成為五祖宮殿 一直到一百多年後法國大革命期間 羅浮宮才重新被改作為博物館對宮中開放 羅浮宮有三個主要的路口 分別是金字塔通道、離賽流通道 還有和地鐵站相連的地下通道 我們避開最多排隊人潮的金字塔通道 改走金字塔和凱魯凱玄門之間的一個路口 這個路口完全不用排隊耶 但我忘記路口名稱了 通過安檢後我們很快速的來到金字塔的底部 原來這裡別有洞天 陽光從玻璃金字塔窗灑路 讓原本昏暗的地下室充滿溫馨明亮的氛圍 參觀羅浮宮的門票一人45歐 持有博物館通行證免費入場 目前羅浮宮內共有225間展覽廳 主要展示希臘、埃及、歐洲文物、 王室寶物和雕刻繪畫 共計40萬件珍藏品 羅浮宮巨大的U型建築群非常廣大 區分為三個別館、離散流別館、敘利館、德農館 對於時間有限的人建議從羅浮宮鎮館三寶開始逛起 阿波羅一郎 這個宮是有高高的宮頂 和華麗至極的滿是壁畫 金帝輝煌的程度讓我們看到嘖嘖稱奇 玻璃金字塔 是一個用玻璃和金屬建造的巨大金字塔 周圍圍繞三個較小的金字塔 大金字塔為羅浮宮的主要路口 由建築師被綠名所設計 當時停出玻璃金字塔的概念曾遭受爭議 經過一段時間的挑戰與努力 我們才有幸看到現代與歷史建築的完美融合 來到巴黎旅行 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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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錯過羅浮宮 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 裡頭所有的收藏令人看為觀止 真的是人生必有的夢想博物館 據說參觀完羅浮宮內的所有展廳 需要花費整整三天的時間夜 改天再來參觀一次 凱魯索凱旋門 是法國巴黎三座凱旋門之一 位於羅浮宮前的凱魯索廣場 杜樂麗花園 位於羅浮宮與鮮河廣場之間 建於1564年 過去城市王公貴族的遊樂場 現在是一座對外開放的庭園 是巴黎人放鬆心情散步享受新鮮空氣的好去處 結合廣場 座落在巴黎東西巷的歷史軸線上 埃及坊間被矗立在廣場中央 在此城上演一幕幕人間悲喜劇 馬德蓮娜教堂 位於巴黎第八區的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教堂 周圍圍繞52跟高20米的柯林斯園柱 裡頭侍奉巴黎守護女神摩大拉的瑪莉亞 巴黎歌劇院 是世界上最豪華的歌劇院 融合古典與巴洛克的建築樣式 拉法葉百貨 位於巴黎歌劇院的旁邊 是一間提供大眾品牌到最高端奢侈品牌的百貨 也是第一次來到巴黎之遊行必逛的景點之一 海旋門 位於巴黎第17區的戴高樂廣場中央 是拿破崙為了紀念奧斯特里之戰役所下立興建的 但建造過程曾一度中斷 直到1836年才在路易菲利普儀式的要求下完工 想要登頂欣賞巴黎美景得先通過284階樓梯的考驗 一階一階往上爬 爬到最後真的覺得雙腳已經無法附和了 哇 登頂之後看到整個巴黎市景真的好美喔 一切都值得了 海旋門所在的拜高樂廣場 是12條主要道路的交會處 由上往下看就像星星一樣 所以又叫做新型廣場 從這裡看到的巴黎鐵塔依然很優雅 坐著靜靜欣賞都是個享受 還看得到遠遠的拉德芳絲型凱旋門 結束後往下走還有紀念品店可以逛逛 我們從另一側門蹲往下走回到一樓 把握時間抬頭看看凱旋門細緻的雕刻 參觀完凱旋門後 我們搭著巴士前往下一站下樂宮 是1937年為了巴黎萬國博覽會所建 坐落在艾菲爾鐵塔正對面 是拍攝鐵塔的最佳位置 今天使用博物館通行證入場 真的省了不少錢和時間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鐵塔喔